学术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奖项 麦克阿瑟天才奖 一个敢用天才来命名的奖项 一听就很不一般 他是颁发给各个领域内 在持续进行创造性工作方面 显示出非凡能力和前途的人 而且他的评选制度也很特别 整个评审的过程非常保密 匿名提名审核 也不需要科学家提交申请或者是面谈 要获奖的科学家自己在获奖之前 也是毫不知情的 几乎就是一个意外之喜 今年我们还受到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和今日头条的邀请 来和2015年麦克阿瑟天才奖的得主 杨培东教授进行对谈 这位杨教授也非常厉害 他是国际顶尖的纳米材料学家 同时也是美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双料院士 下面我们一起来连线杨教授 听听他的故事 杨教授 您好 杨教授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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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李永乐 是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个物理老师 我做物理老师做了十几年 后来从五年以前 开始在今日头条上做科普视频 然后就一直做到现在了 然后去年的时候 我就曾经和我们的一些科学家们 做了一些连线 今天也非常荣幸再次和您做连线了 那我本身不是研究化学的 然后我在上高中的时候 化学成绩不太好 所以今天有很多问题要向您请教 我知道您是通过半导体纳米线 还有纳米线光子学的变革性进展 还有为应对全球清洁可再生能源的挑战 开辟了新的视野 从而获得了2015年的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 但是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半导体纳米线还有纳米线光子学 这些概念就非常的陌生 可能普通人只知道什么是纳米 它是一个长度的单位 但什么是纳米线呢 普通人知道什么是光 那什么是光子学呢 这些概念可能都不是很清楚 也许很多人听到这些概念之后 就会想到美国的一些漫威的漫画 复仇者联盟 说这里面有一个钢铁侠 他给浩克炫耀一个黑科技 还有三体里边说一根头发丝 就能拉起一辆大卡车的纳米材料 所以杨教授能不能用一些通俗的语言 为我们普通的读者来介绍一下 就是这些个纳米技术到底是什么 电影里所描述的这些个情景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 是不是有可能会出现呢 我呢 我自己 事实上我做social media挺少的 那么 我今天事实上 我跟我太太也说过 那个 我接下来晚上会跟李老师做一个节目 我太太 好像对你挺了解的 说是在国内非常 非常有名的做科普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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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节目 讲 讲物理的知识非常透彻 像讲解 微波罗怎么工作的呀 这个讲的一清二楚的 所以非常高兴跟李老师今天做这么一个节目 关于这个纳米啊 那个 或者是纳米导线 主要是我们 我自己族里 这么多年一直在做的这么东西 你所说的就是说 这些电影里头啊 是或多或少都在提 这种 关于纳米科技 我们就从三体那边开始谈起 我看了第一第二集 在那里头就是说 从那个 一开始 就在谈这个纳米飞润 对吧 我不知道李老师你有没有看过三体 我看 我跟您一样 我是了解了一点三体 但没有完整的把它看完 对 三体里头就一开始就 就提到这么一个纳米飞润的一个事情 那里头主角叫汪淼 汪淼他在谈这个 这个纳米丝啊 纳米丝就是说是一个 大概就是 一百个纳米左右 OK 非常非常细的一个丝 你看 他可以把它做的做的像一个飞刀一样 能够切所有的东西 就是说他机械性能非常好 然后后面到我后面割几集 我可以看到他又执行了所谓的一个叫 古增计划 古增计划 古增计划就是把用这个纳米丝 在运河上面摆不起来 他可以把一个轮船割成一片一片的 这个当然是就是说这个所有的这个是科幻小说了 但科幻小说里头呢 我觉得他在创作的过程当中的的确是应该是吸收了他在social medium里头的科学的方面的进展 那么这个科学的进展在里头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里头呢在过去应该说过去二三十年当中出现了一类的材料 叫纳米导线或者叫另外就是纳米导线或者是纳米管 你们看 就是说这一类的东西呢就是说一个半导体啊 一个半导体 你把它做到一个几个纳米的层面 几个纳米的层面那个是什么概念 你比如说一个一个原子的话大概 你如果说是一个原子是一个amstrang一个一个i啊 我这个高中里头都学过嘛对吧 那么就是说是几百个原子排在排成一个程序 排在一个一个阵列上面 它的它的截面呢就是几百个原子 或者是你比如说一千个原子也好 OK就是那么个尺寸 OK把这一百个原子或者一千个原子放在那个尺寸上面 所谓的这些纳米管也好 纳米导线也好呢 在这个尺寸上面 那么它会体现出来一种很很令人就是惊讶的一些化学跟物理的性质 OK它的那个化学跟物理性质呢 跟它的传统的材料就不一样了 像这个这个山体里头 它所要展现的这个东西呢就是说 当这个材料做成这样的一个层面的话呢 它的机械性能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厉害 它能够切割所有的东西 当然我现在可以说 现阶段没有任何人能够做这个东西 OK这是科这是科幻小说对吧 但是就是说从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它的确是就是说 极限了这么一个非常广式性的一个共识 当我们把材料做到这么一个层面 也就是说是 比如说这个截面体就是1000个原子的那个截面体 那么怎么说呢 粗略的说就是它是头发师的一百分之一 或者一千分之一的那种大小 OK的确 它的各种各样的性能 跟它的快材料的性能是完全不一样 包括像三体里头它要宣扬的这个机械性能 当然我实验室并不在做机械性能 所以我们回到这个纳米导线方面 就是说它的半导体的性能完全不一样 OK 所以说引起了这可以做 我们后面做的所谓的纳米光子学 这些东西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做纳米的激光 就是在那个截面上面 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激光体系 然后它的电性能就是电导率 它的热导率 它的催化性能 都会跟它的快材料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纳米科学 或者是这个关于纳米导线方面的东西 源于一点 就是说我们帮 当我们把材料做到这么一个纳米体系的时候 我们完全就是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材料 虽然它的成分是一样的 但是它的性质可以完全是不一样的 很多人奇怪啊 说刘慈欣作为一个电工 他是怎么知道这么多东西的 我听您说 您说到了 刘慈欣一定是看了很多的这种公开媒体上的报道 是吧 包括像纳米材料 其实也是一种新材料 也是在最近这几十年里面才逐渐火起来的 然后刘慈欣可能在杂志上看到这个概念 他就想 我把它写进我的小说里 是吧 他可能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做到的 包括在前一段时间呢 中国有一部很火的电影 叫《流浪地球2》 不知道您看了没 这部电影 也是借刘慈欣的这个《流浪地球》这部小说呢 来做的 那么它里面呢 增加了一个情节 就是造了一部太空电梯 太空电梯 也有很多人说 太空电梯这个概念能不能造呢 那刘慈欣在有一次做节目的时候也说到了 说太空电梯的问题在于 现在这个材料的性能还不够 如果要是能造出来像三体里面的这种 比托华斯还要细 但是可以拉起一辆汽车的这种纳米管 也许是可以的 但目前呢可能这个纳米管还做不了像太空电梯这么长 是吧 这个的确的确是 你说的说的很对 这个《流浪地球2》呢我还没看过 但是这个所谓的太空电梯呢 这个概念呢是 美国这边那个 已经过世的一个诺贝尔奖或者是 Rick Smalley 应该说是一二十年前就 就已经提出来了 说用碳纳米管 做一个非常非常坚韧的 一个太空电机把人类能够输送到 月球上面去 或太空上面去 这个这个概念呢 的确是在他生前就急出来了 当然这个这个能不能实现 我不太清楚 因为这需要一个 一个非常非常 就是说没有缺陷的 这么一个纳米线或者纳米管的这么一个铸造 然后这么一个没有缺陷的纳米管或者纳米线的团体 需要在太空当中存在 因为太空当中的条件跟地球上的条件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要知道温度啊 那个还有那个各种各样的宇宿辐射啊 各种各样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对吧 所以但是这个 我想对科幻小说来说 这个东西是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的确是很好的事情 没错 所以他这个科幻小说是有科 是有这个科学道理的 就是在一个材料 它的尺寸做得很小 做到纳米级的时候 它的很多性质 不管是它的机械性质 还是化学性质 还是它的这个导电性能等等 它都和我们宏观的世界不太一样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做很多有趣的东西了 是吧 对 的确是这样 好 那我的还有第二个问题啊 就是我知道杨教授啊 刚刚参加了第五届的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那么在这个碳大会上啊 探讨了关于碳中和技术的前沿发展 还有科学途径 对于很多人来说呢 可能前沿的科学技术原理啊 也听不太懂 但是我们也同样关心 比如说我们关心我们的环境 环境变化 因为呢 科学家们经过研究发现 如果我们继续这个碳的浓度继续升高的话 那么温室效应会造成很可怕的生态变化 而这个生态变化呢 有可能会导致整个生态的灭绝 所以在这方面呢 有哪些科学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减少碳排放 想让您从您的这个角度 为大家介绍一下 您又开辟了一个什么样的途径 去帮助这个减少全球的这个碳排放呢 是的 这个的确是现在人类呢 的确是在面临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危机 应该说是 这个危机呢 从哪来的 应该说是从过去一百年当中的工业化进程当中来的 过去一百年的工业化进程呢 社会是进步了 全社会都进步了 大家都过的生活过的越来越好 但是大家用的能源呢 越来越多 OK 但是这些能源呢 现在大家都从哪来的 都是从地底下来的 就是说原油工业来的 OK 现在全世界范围内的 就是说化学工业 能源工业 包括各种各样的那个 运输也好 交通 汽车 飞机 所有的 你都需要这个原油工业来支持 那个 就是在过去一百年当中 就这么养成了这么一个习惯 OK 那么 养成了这个习惯以后呢 的确大家的生活质量的的确提高了 但是给环境制造了一个太大的问题 那就是二氧化碳的排放 那么二氧化碳排放 就是在过去一百年当中呢 现在已经 达到了 就是说四百多个PPM 啊 事实上 你从数量来说 感觉挺小 但是对整个生态环境影响已经很大了 从全球变 气温变暖 到现在 很全球都在观测到的这个 呃 极端天气 OK 这个是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现在 我们必须要就是说想一下 就是说我们要 让全人全人类有这么一个 可持续性的一个发展 将来的能源从哪来 不让我们这个环境更恶化 那么唯一的我 事实上 这个世界上 我觉得有这么一个能源 可再生能源里头 最大的一个可能性 就是太阳能 太阳能 我们知道有太阳能电板 太阳能电板 就是说可以把这个太阳能转化成电 转化成电 怎么办呢 你要把它储存起来 怎么怎么把电储存起来 就是白天太阳能电板发电 然后怎么晚上能够怎么把它储存起来 所以需要一个一个成熟的体系 所以在一方面 大家很多很多国家 都在研究电储存的问题 那就是电池 OK 所以那是一个技术途径 OK 太阳能电板 转化成电池的储备 OK 那是一个技术路线 那么我们一直在做的 在过去大概一二十年当中 一直在做的是另外一个技术 是怎么样一步到位 把太阳能储存到化学键里面去 OK 所以说我不把太阳能转化成电了 我直接把太阳能储存到一个 从化学的角度来看 叫碳碳键里头 为什么要这样做 事实上 那个理由很简单 因为我们现在全世界都在用的这个 原油工业的这些东西啊 它本身就是大自然光合作用做出来的一个东西 但是只不过大自然光合作用 就是说 从太阳能下来 把这个怎么制成原油 就是经过几百年 几千年 或者几百万年的时间 才真正在地下采油了 但是地下的原油呢 事实上是光合作用的最终产物 但是它太慢了 所以我们现在所在做的一个事情呢 就是人工光合作用 利用到 这里头利用到我们的半导基纳米导线 因为它是光吸收的东西 OK 然后用光半导基纳米导线呢 做光吸收 然后呢 光吸收以后呢 就有这个能源呢 这个吸收到的能源呢 就转化成 怎么样把二氧化碳 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 转化成 像原油那么一样的东西 燃料 OK 就是说 把二氧化碳 转化成这些碳碳件连在一块的 那么它的能源密度就相当高了 第二的话就是说 人工光合作用呢 事实上是一个 怎么在我看来呢 应该算是一个 解决我们现在世界上所面临的 这个能源危机也好 环境危机也好 一个终极的一个解决方式 因为它是一步到位 太阳能下来把它转化成我们 日常所要用的一切化学品 而且我们现在就不用去 依赖于这个原油工业 这里头所有的碳呢 就是循环了 碳是循环了 然后呢 我们人类所需要的能源呢 就从太阳能下来 这样的一个愿景呢 是应该说是我们一直在 一直在做的这么一个东西 如果我们将来有一天 比如说现在我们在十年 也许二十年 也许五十年内 我们要做到一个所谓的 碳中和的社会 碳中和就是我们把过去一百年的债 要还掉对吧 五十年以后我们要做到 就是carbon negative 就是说二氧化碳要真正的降下来 那么的确这个需要把二氧化碳 转化成有用的 commodity chemical OK 就是我们日常用的化学品 日常用的化学品 就是我们日常用的所有的化学品 现在都是从原油工业来的 我们能不能制造所有的日常的光 那个化学品 但是呢 那个carbon从二氧化碳来 能源从太阳能来 这样的话我们整个社会 就非常非常的 应该说是 应该是完全进入一个carbon negative 的一个社会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一直在 一直在推的这么一个愿景 然后呢 我们实验室 基本上过去一二十年 一直在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用这个半导体 怎么来把它做光学收 然后来推出来一系列的催化剂 来做二氧化碳的还原 OK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推动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总结一下您的说法 就是我们在自然界呀 使用了很多的能源 因为这些能源 主要是从地下的煤和石油来的 所以呢就产生了很多的二氧化碳 那么这些二氧化碳呢 原本是自然界经过长期的演化 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呢 通过生物的作用 还有地质作用储存起来的 结果我们一百多年就全都给挖出来了 所以现在我们面临很大的问题 对吧 一个是能源问题 一个是环境问题 然后您想了一个办法 把这两问题一起解决了 就是说我们能不能用人工的方法 去加速这个过程 本来自然界的通过光合作用 通过石物链 通过这个成油的这个作用 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固碳 但现在我们有一个方法 就是利用太阳能 然后呢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吸收掉 然后进行人工的光合作用 变成有机物 我们也不用让它变成石油了 我们直接用这个有机物去制造 比如说塑料啊 或者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其他的化学品 那如果您的这个设想实现了的话 以后的油田就再也不需要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利用这个技术 从这个大气中去制造这些有机物了 我们的能源问题 还有我们的这个碳的这个排放的问题 就一起解决了 所以您构想了一个非常宏伟的未来 对吧 我觉得刘慈欣也可以针对这个这个方向呢 再写一部小说 这个这个的确的确是的 就是说我想就是说 不管是应该说是不远的将来 不一定是几十年内 这个油田我们不应该再去开发了 而且我们社会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化学品 我们通过人和光合作用来做这个事情 这样的话这样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整个社会就有一个 非常的一个可持续性的发展 所以它们已经在啊 也有第二所以 可能它也在有一些平台搭着 或者它有造成的 讲解音会 这点就不行了